在开始之前我先跟大家道个歉 对不起 没有就是双子座就是讨人厌啊 嘿大家好 今天是100%审审骂玩意儿耳朵开箱版 今天要聊的是审凡的恋爱开箱 这个主题有需要特别聊吗 这是你写的 审凡的恋爱开箱不是讲过100次了吗 在YouTube上面也有审骂玩意的单元 就是专门开箱一些东西 但是因为那个阿姨就是开箱的状态 就是呈现他每次都想要开的比上一次更大的东西 然后他就是一开始是开家电还是什么 然后第二次就变成要开箱飞机 然后第三次变开豪宅 然后我们就再也没有办法做下去 所以现在就改成Podcast就是开箱一些无形的 虚无的东西 第一集就是恋爱开箱的原因 就是因为还是有很多人 直到现在还在问说沈跟凡是情侣吗 以及就是开直播 他们也会一直要问沈跟凡的恋爱的故事 然后虽然我都觉得很难听 但是就是 有到很难听到不是 因为你每次直播其实都会讲一点点 然后我都想说 那个有什么好再继续问下去 但是他们就是都会觉得很好听 然后一直问 所以我想说那不如就是一开始的开场 我们先做 先解决这个疑惑 然后之后他们如果有问题 我就可以说 请大家去听那集Podcast 然后Podcast就会有流量 没错因为我怕一开始没有做这一集 就是大家听完我们Podcast就会一直说 那赶快做一集讨论恋爱 然后原本照我的排程恋爱是在很后面 这样我就会看得很烦 会不会做了这集之后 他们还是在蒙许愿一集专门在讲恋爱的 就想说谁care你们两个的恋爱故事啊 我们要听的是在更大范围 广泛一点的爱这种 对啊 不要听你们那些小情小爱 他们也是小情小爱啊 大家马上都小情小爱了 可能有些人是轰轰烈烈的爱情啊 而且这一集等一下等一下这一集是不是要介绍 其实有算有来宾 沈骂玩意的这个单元其实只有沈哦 然后今天因为要开箱 沈凡恋爱 所以一定有的来宾就是凡 然后另外一位呢是 他们得恋爱的见证者 一路看我们成长到现在的 哦是我 对啊 我也很推荐内阳来上这集耶 他也是闺蜜之一 内阳也是 可是内阳后期比较没有经历到一些 比较轰轰烈烈的事 毕竟我比较巴破一点 有听过你讲很多人生对于爱情的 complain或什么之类的 跟他应该是在2014年的时候 反正那个时候我就沉迷在交友软体 但事实上我个人的经验 就是除了脂肪以外 我只约会过一个男子 可能那个时候的我还长得比较怪 就是比较不是主流的漂亮 于是乎就是没有什么人 现在是主流的漂亮 也不是 我一直认为我自己不是主流的漂亮 好 我跟A男有出去过一次 不了了之 我就先删了 然后突然有一阵子我就觉得 我要再打开他 打开之后又滑了一阵子 就想说这个男的怎么那么可爱 长得跟我很爱的一个朋友很像 这边我很诚实 那为什么你不去跟你很爱的那个朋友 人家有女朋友 因为他的长相就是我爱的那一派 我就喜欢那种弱弱的 然后戴眼镜 看起来生病生病感的 于是我就去敲他 但他就是那种很冷的男生 就是在交友软体上也不会太热情 现实生活中也没有到非常热情 对 对你 因为那时候他在游戏公司工作 聊天聊到一半就消失 不然就又回不回 然后我就想说 这个人到底要不要跟我要赖 然后他也不跟我要赖 莫名其妙在交友软体上 你说有聊天 但是不想要要赖 对 我就想说 要羞哦 我就不喜欢在交友软体上面聊 因为在交友软体上面聊 就有一种 比较不震惊感 我就想被换 就是震惊的 贴标签 对 我不要用不震惊 因为交友软体 我们现在不就是想要让他 变成一个震惊的管道 但是我agree你刚刚的说法 我也不喜欢在 我觉得聊到一个程度 就可以要换到比较私密的频道 对 应该是说 你想要让他更贴近你 就后来我就自己跟他要 你知道女孩子 就是会有一些梦想跟矜持 就是他一定要先跟我要 那等不到我就想说 算了 我没有什么多少岁月可以戳脱 毕竟那时候已经25岁了 他算是我第一个男性男朋友 所以我就很主动的出击 我每一球扎扎实实 都是实球 但是他都超会闪 像是我就会在 叫我软体上面跟他讲说 好 我去骑脚踏车 通常叫我软体上面听到这个 不就会说 好啊 那我们一起去之类的 他就是会 那你要跟谁去骑 然后我想说 不是是跟你吗 你是听不懂吗 白痴 我年纪大了之后 我有时候如果遇到很喜欢的人 我也很爱发纸球 年纪大了之后 我都只给他三球的机会 我如果发三个纸球 他都不接的话 那就拜拜 最后有一次我终于受不了 我就跟他约 拿真的球丢他 从去他丢他球 对 真的那个时候真的是有抄气 然后后来就是我就跟他见面 我就自己又主动约他 我就说那不然我们 要不要去看电影 看电影是我自己约你的 我忘记了 对 反正看电影是我自己约他的 然后他就约了一个什么两周后 然后我就想说 两周 然后就 后来我就真的受不了 我就一直给他提前 我真的很心急 然后看了电影之后 他就跟我说 要不要加脸书 大家知道我以前的长相吧 我就想说我脸书上面 有太多我以前长相的照片 你说郑敬一那个时期吗 对 然后跟一些摔角选手那个时期 所以我就想说 我还没把他隐藏掉 先不要加这个人好了 毕竟我们还没确定关系 于是我就骗他说 我想要保留一点私人关系 你好赞哦 用一些固执的 官方说法我喜欢 然后他就说 为什么要 我记得那一天 好像在府中吧 因为我很不会说谎 我就说 好吧 那不然我可以看一张照片 然后就给了他一张 我初期有一张九宫格 从小飞向的 然后变到比较正常一点的样貌 我就问他说 你觉得怎样 然后他就跟我说 我觉得我好像捡到宝 什么叫捡到宝 我的意思是说就是 就是能在他变漂亮的这个时候 遇见他啦 就是因为他如果是 以前那个样子后 我是不可能跟他交往的 其实反正你刚说变漂亮 我不喜欢这个字 因为他那时候也没有多漂亮 变正常 我想问屯 屯 屯现在在讲那个时候 你那个时候有在他旁边 就是见证这一切 你有要叫他做什么 我从他用 一直都有 我从他用这样的软体 到他刚说的A男 这些我都经历过 他那时候A男 约完会一次做不了了之 他也蛮沮丧的 就像是我们都是 蛮晚进入约会圈的 所以我们会有点不适应说 被冷漠啊 或者是隐性的被拒绝 比如约会失败 我们都不太习惯 那时候遇到许子凡的时候 那时候我在当兵 快退伍了 天啊 女兵日记 对女兵日记 我之后可以聊一起 我的女兵日记 这个之后可以做一集 真的我那时候在花木兰 然后他就跟我讲说 我最近聊了一个对象 超可爱 超像XXX 就是刚刚说的那种 因为那个XXX 是我的某个 某个算是我学弟的人 然后我说真的假的 我看照片 然后他一传来 然后我就说 真的是那个流派的 然后我说还蛮可爱的 然后他就说 怎么办 怎么办我好喜欢他 我就说 你沉着 沉住气 就不要又吓跑 因为我们两个都是 我们两个 我们两个都是 不是说长相吓跑的人 两个都是那种 就是沉不住气 性子很急的人 很容易吓跑对方 因为我们就没有恋爱经验 然后我们又脾气 爱情勒 爱情勒 是什么 勒 勒勒 什么意思 不要勒我啊 不要勒索我 你现在在勒索我吗 一直到后来见面 他其实都一直在旁边 然后加上见面的那一天 我永远都记得 他就跟我说 你今天就是给我穿 那个横条纹的 然后uniculo的短洋装 不重要 那个内容不重要 但是我就是当了他 战袍的军师 没错 因为我就是被那件衣服骗了 真的假的 所以是那件衣服 是沈从来不会穿的路线 对 我跟他交往后 他就没有再穿过这个路线 但是我是喜欢那种路线的 就讲说交到男友 我就可以开始穿一些比较辣的啊 反正他先头七所好 就是穿他喜欢的去跟他约会 然后等到吃到他了之后再说 所以是穿那一件之后 就马上有吃到吗 就是有变成在一起的状态 那一天呢 你讲的 那是第一次见面吧 我第一次跟你见面 到底是看电影还是 我完全忘记了 对我其实现在有点 因为我刚记得的是 我们先看电影 但是我其实记得 我们第一次见面好像是 我跟他约见面 好重来好了 刚前面那个不算 就是我们真正人生 第一次见面 我就穿了那个 超级可爱的套装 然后我就跟他约在那个 大安森林公园 然后我就跟朋友说 我今天跟一个男生 约在大安森林公园 然后每个人都跟我说 你约大安森林公园干嘛 你们要在那里干嘛 然后我就想说 那里有U-bike可以骑 然后每个人都说 约那里超怪 我就秉持着健康的心 我就去赴约 果然他话就非常的少 那好险的是 因为他是游戏产业 然后我有一些朋友 也是游戏产业 就有点稍微聊了一下 然后聊了一下家里啊之类 后来呢 他就说他还没吃饭 我们就一路从大安森林公园 走到东门 然后去的路上呢 他也不牵我 一路讲的多远 也蛮近的啊 好像就是一条路吧 而且你也讲的太 detail了吧 走去吃晚餐的路上 我想说这男的 为什么不牵我 见了面不是就要牵手吗 后来 有这件事吗 没有 超不对劲啊 这件事 好可怕啊 如果我随便看到一个女生 我就欠他 我会被逮捕 对啊 我就想说我们已经聊了 大概一个月 也有点确定了 要见面就是可能有要发展的意思 他就 签一下才有下一场入场券 然后他就一直不牵我 我想说帮我自己牵他 然后牵了他 之后我们就去吃饭 吃完饭 我就想说陪他去搭车 然后想说 牵完手不是要接吻吗 好快哦 然后所以我就想说 我就把他拉到 也不是拉到 就是拐到一些巷子里 然后我就请他 所以就是主动派的意思 我主动到 我现在回想 我都想说我真的是 我那时候真的会被警察抓 对那我想要就是在这边做一个 就是这个初见面的结论 就是迷惘的丘比特的弟弟妹妹 你觉得他们应该要走主动派的路线还是 我至今还是跟大家讲 你们一定要主动 因为我跟你讲 你在这个男人身上戳头 一个月两个月 时间都浪费掉 一个礼拜就好 然后一个礼拜之后 就赶快拿去遇下一个人 不要在那边一个男的 他又没有多好 你在那边拖 他不是你的就不是你的 你觉得不是你的 你就去下一个 我要呼吁主动归主动 不要不要 性骚扰 不要表现在肢体接触这些事情上面 会让人家觉得很不舒服 对不起 如果对方真的觉得 我第一次没有这样子 那你就很糟糕啊 你知道 主动进攻 但不是说手脚的进攻 对啊 我刚刚讲的是主动进攻 讲清楚 我一直有在懊悔 就是我那个时候很冲动这件事情 对方不管跟你聊得怎么样 有没有要给你亲 是另外一回事 对 所以我有要呼吁大家说 不要做这件事情 因为老实说 如果他真的想要 把你抓到警察局 是有可能的 好险他人就是非常好 反正 这是错误示范 不是人好不好的问题 就是不思不能这样子做 对 我们就是尽量不要这样 我觉得刚刚那一段 他在讲说 他把他推到暗像 我们应该要放 那个悬疑的音乐 等一等 你说你做了什么事情 我就把他拐到暗像里面 然后呢 然后强吻他 好 我觉得真的很可怕 就是子凡是双子座 然后大家对双子座的 就是在恋爱上的评价 其实非常的差 所以我个人是想要 就是帮那些网友提问 就是说 沈要怎么面对 就是在普罗大众中 眼中个性蛮差的双子座 在开始之前 我先跟大家道个签 对不起 没有啊 就是双子座 就是讨人厌啊 你现在是为双子座发声 对 就是 对不起 他先道完签 然后你们再讲一下 就是这种个性 要怎么处理啊 老实说 我记不得什么 他做过 非常轰轰烈烈的事情 但是基本上 我的日常生活 我想要去哪里 或者是我需要什么 他不会拒绝我 很多人都会问我说 觉得他做过最甜蜜的事情 是什么 但是我就觉得 这好像不是生活中 最必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不需要时刻的甜蜜 然后加上我记性 可能也不大好 我也记不住那些事情 但我记得很清楚的 就是他有曾经 想要给过我两次惊喜 但是我都没有接到 所以久而久之之后 他就不再给我惊喜 跟一些甜蜜的事情 那个惊喜一事件 就是明婚事件 反正就是有一次 我去台南跟嘉义出差 然后回来之后很累 他来火车站接我 他接我的时候呢 他就把他送给我的礼物 丢到地上 然后就跟我说 你的东西从包包里面掉出来了 我就想说奇怪 我就包包关得好好的 怎么可能会掉出来 然后他就说 真的是你的 刚刚我看到了 然后我就说 是不是跟我插身而过的解的 我那时候很累 所以我就觉得 我的Maya 这该不是谁要冥婚吧 所以我就跟他说 他那时候就想剪 我就说 拜托你不要剪 如果等一下要冥婚 怎么办 然后他就跟我说 是我要送给你的项链 然后就这样 这个故事就结束了 这是他第一次给我惊喜 在某一个七世情人节吧 某种程度上 就是很蛮惊悚的惊喜 对 我真的觉得惊喜 我发现最后就是你们每一个恋爱故事 都必须要放这个配音 我觉得惊喜跟惊吓是一线间 然后我后来回想 我是觉得这是一个很倦勇的故事 我觉得非常的好听 但我觉得会不会就是你们两个本身 都不是走 就是是适合惊喜派的人 我很喜欢给惊喜 我超喜欢给人惊喜 不管是朋友 有吗 有啊 你有给过我惊喜吗 应该有吧 我今天要带你去吃韩式料理 就算给你惊喜 这不算惊喜 你早就跟我说了 就是刚刚跟你说的 有吧 我时不时就会送一些礼 对 我算是蛮爱送礼的人 然后我给烦的惊喜 永远都是 比如说我会突然 就是他跟我说 他很想要一个什么东西 我就会去买 然后我就会买错尺寸 我觉得你应该是喜欢 走物质上的惊喜 对 因为我从小就是在这种 物质的环境中被养大 所以我就是喜欢用物质填满大家 好 然后第二个他的暖心故事 就是有一次我很不舒服 我请他去帮我买一些酸的水果 他出去之后回来 他就提了一包薯条 但是那一天我实在太想吐了 所以我就跟他说 我都已经那么想吐了 你还买薯条 但他就跟我说 我以为你看到薯条会很开心 我觉得这个故事真的很贴心 但是我那天真的吃不下 然后这两次之后 他好像就再也没有给我过惊喜了 嗯 我觉得很烦 因为你本身是有喜欢要给人惊喜 完全没有 我是非常努力的去做了 然后得到的回馈就是 好像没有很好 我就觉得算了 因为我觉得这两个故事停下来就是 他会放弃算合理啦 就是没有到 所以你那个时候预期 我会说 耶 地上游我掉出来的东西耶 但是我也必须说就是 因为我这个人就是没有习惯在给人惊喜 所以说我可能也做得不是很好 对 所以说就是会有这种 很错误的 或是比较偏差的送礼方式 比较笨拙的手法 对就是也是对我来说也是情有可原啦 好想有这两个故事 就是可以有别于一般猎人的故事 但我希望就是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讲这两个故事 因为我觉得我们已经讲了大概两百遍 我真要讲这两个故事我已经 听到会背了 没错 我从首播 对 听了真的 有一百多次啦 我也觉得 沈爵宇刚刚在重复这些故事的时候 我就一直在放弄 我想说 赶快讲完 一百多次 而且也没有变换唱腔 或者是歌词耶 对 词曲都一样 那所以 所以你其实没有觉得 她的双子男这件事情 有对你造成很剧烈的影响 因为我只交往过双子座 所以我不知道 也是 别的男生是怎样 但是就我所看下来 就是每一对情侣 都会有每一对情侣的问题 我们不能单方面的去很羡慕 某一对情侣 就像我们也不能单方面的羡慕 某些人生活过得很好一样 这样你就会越来越 愿对你自己的生活 你就跟这个人交往到了 他就会有他的问题 你跟下一个人交往 也会有下一个问题 就是 这样子 他现在在那边豁达 对啊 平常跟我抱怨的跟 JPD没有要听这个吧 而且我刚刚就是 不断的觉得很恐怖 因为他就是 戴着那个墨镜 然后一直讲一些 我跟你讲你就是 我觉得他很像 很便宜的那种 算命线 会坐在咖啡厅 然后等人给他一百块 然后跟他讲一些 很恐怖的事 他会跟他说 我现在戴墨镜 是因为我今天 可能不能见到光 就先神秘的 很玄的东西 他现在很像风婆子 算命是一直在乱讲 我觉得他刚刚讲的没有错 就是说 我们应该要去看一些 感情好的一面 但是 大家也不要觉得 他好像就感觉 好像是一个人生 最豁达的神仪啊 觉得说 我人生就是 那叫什么 我不能讲那个歌词 那张少涵的 不要去羡慕别人 有什么 我不要去讲那个歌词 但我好想用 我们不要去羡慕别人 有什么明亮的太阳 那我们就是 我们自己有夕阳也很棒 我们要学会 欣赏自己的夕阳 但我不是说 他们的恋情就是夕阳 坏的部分 他发生的时候 也是会猛跟我抱怨 可是我觉得 抱怨这件事情 没有什么不好 沈姐姐对 徐子凡 一个礼拜会有 二十个抱怨 一个礼拜的分量 那他都会跟我讲 那我就会跟他 从旁开导 你有察觉到就是 沈有在 这段关系中 有出现一些 他个性上的变化吗 你说他谈恋爱之后吗 对 就是他有为了迎合 就是对方 然后变了一些事情 我觉得初期 我很会迎合对方 再问我 再问我 不是这个 再问我 仙子来回答 大部分的人 在谈恋爱初期 都会为了 可能配合对方 自己有一些做作的部分 初期我觉得 他有一些部分 让我有时候会觉得 有点没办法适应 但是长远来看 他在这段关系里面 还蛮做自己的 我觉得 他能配合徐的部分 都是他本来的个性 可以做的事情 他子凡 其实是一个 蛮需要被别人照顾的人 这不是贬义 就是我觉得 每个人不一样 那沈的个性 本来就是一个 很有母爱的人 那他就只是 我觉得对于对这件事情 他就只是展现 他的母爱 跟喜欢照顾别人的本质 也有一些部分是 神就是没办法 逼自己去改变的 那他也还蛮做自己 像是吃少一点吗 比如说 吃少一点 这我就不讲了 比如说 子凡有一些兴趣 子凡听了有些音乐 就真的是你不会听的 你也不会在那边说什么 哇这个歌 好有趣 什么 或者是 或有一些电影 对 是你真的是 你不爱的类型 你也不会逼自己 我觉得 你当然可以去 试着去跟对方 培养出共同兴趣看看 但是也不用逼自己 真的聊不过来的 聊不来的 你就不用逼自己 那我觉得 沈杰宇在这一点 做得蛮好的 他这个不逼自己 也不会让凡觉得 这女的跟我 真的是nothing in common 有时候你会觉得 这个人跟你 nothing in common 你就会觉得走不久 但是 我觉得 我是不知道 我自己在帮他预设立场 因为你刚刚讲的 一段证断 是凡的心声 对 所以我说 不小心讲他的心声 你刚刚超义吗 就是沈杰宇也会用 我觉得谈恋爱 有时候 并不是说 你要配合对方 去成为对方想要的人 而是 你可以让对方觉得 你也有自己的人生 然后你有自己的想法 跟组建 我觉得 这才是 走得长久的一段路 而不是 你一直去配合 我觉得久了 任何人都察觉的出来 听音乐 或者是看电影 就是这种 影视的娱乐 这种东西 我一直以为 这是可以培养的 我是认识了Sanjay 之后 我才发现 这是不能培养的 对 我也觉得这看人 对 因为我自己 也是因为 我是小木 对 就是我自己念的大学 或者是认识的人之后 我才会开始就是 发现就是这些东西的广度 其实还蛮大的 对 然后我才慢慢去接收 这些东西 然后 我一开始以为 就是Sanjay 就是跟我相处久之后 也会慢慢去喜欢这些东西 所以我发现就是 没有耶 对 我觉得我们像这种 我们个性硬的这种人 就是很难 你也不能强求 就是别人变成你一个理想的样子 对 没错 就像是 他也不能强求你变成一个爱吃的人 虽然他很爱强求 或很壮的人 对 你有在迷很壮的人吗 他稍微壮一点 他的很壮 也只能到一个抗脏 你很弹心耶 你刚刚又说要病弱感 现在又要有点壮 对 你又要病 对 你好像不能这样子 跟病弱感的 交往久了 你们就会很痛苦 我觉得如果我本身病弱就算了 但偏偏我就是很容易壮起来 就希望他可以再健康一点 不要就是散个伴伴这样子 我觉得他刚刚那一番解释 就是只是在解释说 他是个弹心的人 对 那过了磨合期 如果你还是不行的话 你就自己思考 这段感情是不是真的走得下去 对啊 因为有非常多人 就会觉得就是时间 好像 我说到最多的就是说 啊什么 他们在一起很久啦 然后就什么 不好意思分开啊 之类的 但我就觉得 这种事情不就跟离职一样吗 你既然已经有了这个念头 你最后 就还是会走向分开 分手就跟离职一样 想要做的话就去做做看 好 我觉得现在是 囤美女搭脸神会长时间 因为他刚刚讲的多获达 拜托他几百次 从他大概每一季 我现在都要讲时间单位 一季哦 一季会说他 他真的好想跟 徐分手大概两次 一季会有两次 没有啊 有 我认为近几年比较少 近几年比较少 没有啊 其实去年蛮多的 我打脸他不是 只是想嘲笑他 而是他讲的也没有错 你有这个念头 你已经不舒服了 那你就要好好思考说 不要讲究 不要脱模 大家在感情中 试着去面对自己 面对自己完之后 第二件事情就是寻求帮助 就像是他面对自己之后 是觉得他现在好想分手 但他第二步寻求帮助 当然他就会来跟我讲 我就会跟他讲说 旁观者 跟你们两个那么熟来看 我觉得你现在 不是真的想分手 而是你们遇到一些问题 但不是每段关系 遇到问题就要分手 这样子 妈的 我觉得这样就感情 对你分不完 遇到问题 最重要的就是 一起解决问题 解决不了 我们再来谈 分开这件事情 如果你今天想要分手 就分手 那如果你不想要分手 你就要为了这个不分手 而去适应跟 理解一些事情 像是你就要知道说 你们每次吵架点 大概都在哪里 那这些东西 他会改吗 他不改 你还要继续跟他一起吗 那如果要继续 你就是选择了 未来还是会因为这件事情 而继续吵架 跟有可能分手的风险 离止比较简单啦 对不起 我现在讲一下离止比较简单 我也觉得离止比分手简单 非常多 请你不要再跟陌生人 寻求帮助 我跟你们 所有在听这段的朋友们讲好了 你们来问沈怡你们的感情烦恼 你们都在自寻死路 我不是说沈怡不会解答 是沈怡根本就不了解你们的状况 你可不可以去寻求一个 对于你来说 有在观察你跟你 你跟你的这一段恋情 你跟你恋人关系的人的帮助 我要帮丘比特讲一下话 就是 就是因为 宜算是KOL 所以就是 有的时候 我说那边要骂哦 你收回这句话 宜算是 一个社群上的人士 你可以说我是那个 你说宜是什么 再说一次刚刚那个词 宜是什么 KOL 我对于就是那个 一般路人会去问 在社群上有一定知名度的人 就是一些他自己 生活上的私事的 有很大块的人 他不是想要得到 你为他量身打造一个解决方案 他很大 很大部分的人 他其实心中有一个答案 他只是 想要有一个人推动他 他希望宜回答的 就是他想要做的那一件事 那我觉得 我呼吁他们 换另外一个问法 就是宜怎么办 我跟我男友交往很久 现在面临瓶颈了 我该怎么做呢 然后就 A 分手 B 继续磨磨磨磨看看 C 我建议他们提供选项 我建议他们提供选项 然后还讲自己 他有跟我讲说 自己比较想要怎么做 我觉得我不是不能解决 大家的问题 或不能给你们意见 而是我其实真的不知道 你们想要的是什么 那每一个选项 都有不同的解法嘛 等一下 私讯收到三百 因为我觉得 你这样讲 就是会收到很多私讯 因为我觉得 有一个点是在于说 我们没有办法 为任何人的人生负责 所以当我们给出 这些意见的时候 这之前我常跟你讲 就算是你最好的朋友 你给出意见的时候 你也要跟他讲说 给这个意见是评估什么 而不要只是盲目的说 你就分手啊 分手没关系 就你就跟他讲清楚说 我觉得你现在分手了 你可能会面临什么状况 那你不分手 会面临什么状况 那你自己去做选择 而不是就是在那边 在那边臭八婆 在那边说 哎呦就怎样就怎样啦 我心情好的时候 我是非常愿意被勒的人 但是你们知道 人都会有自己的情绪 有时候我可能 沈宜也会月经来 就是我有时候 如果没有回 就是可能 我那一阵子不想被勒 对 沈宜你其实在 我看状况给你们勒 社群上面经营的形象是 你每天心情都非常好 到非常哦 你们自己觉得就是 选择要同居不同居 这件事的判定标准是什么 他算是我第一个男友嘛 所以那时候我就是 一跟他这样的时候 我就立刻搬进他家 我就是先从 带一个后背包 然后再慢慢的拖行李箱 然后所有东西就堆到他家 我觉得很恐怖 很可怕 他有征求你同意吗 没有 我承认我没有 那你有留他过夜吗 他就是硬要住下来 你说他到晚上九点十点 你就会一直躺在那边 不是 就是你来住个一两天 那种都是 我觉得还好就是 情侣本来就是会这样 但是他是会 你会有这种想说 哎 你要住到什么 我觉得他如果拖着行李箱 出现在门口 真的会吓到尿出来 不是 我是慢慢的循序渐进 他就越住越长这样 你要问他 那你可不可以久住吧 我那时候为什么没有问你啊 那你就我行我素啊 是吗 好可怕哦 他就是看准我 就是可能不会 我就软身啦 我就软身 OK 在热恋期的时候 我们两个人都有阵子 我们都会去上班 就是下班的相处时间 然后就很想把握那个时间 我们就开始在那一阵子同居 到后期 我们自己成为自由工作者之后 有这么长住在一起 我觉得非常的不好 我们非常常吵架 我每天都会觉得 他好像因为我而很不爽 是不是有 有啊 没有好像是有 是有的 就是24小时跟对方相处在一起 你们可能看到的东西 几乎都差不多 你们就会开始没有话聊 这是我觉得很可怕的事情 然后后来我就有自己 回去住我自己的租屋处 两个人的关系 明显的好非常多 因为你们看到的 跟人讲的事情 就其实会多很多 要不要同居 我觉得真的是看个人 因为有的人生活习惯就是可以磨合 有的人就可以眼不见为尽忍受 但是有的人就是会斤斤计较 然后有的人就是会改不过来 等等的 我觉得这是需要你们自己去确定说 对方到底能忍受到什么境界的 同居这件事情 我觉得最早最早 最一开始的一个点就是 你们两个人有没有想试着同居 这才是最重要的 而不是说 我们来同居吧 一个人讲另外一个人如果没意愿 那你们这同居就注定可能有可能走向失败 对 如果两个人都觉得我们好像可以试试看同居 那就同居 想跟这个人同居就表示你们有想 你们两个的想法都是你们想要走得更久更远 就必须要更加的了解彼此在生活上的很多小细节 对 那同居这件事情就是会看到所有的小细节 一开始我先搬进他家住 最后我们又分开住 中间有一段时间我因为找不到下一个住所 所以我又再次跟他同居 那个状态是他觉得OK我们可以同居 但是你们要同居的状况是两个人的心理都要够稳定 跟你们的不管是经济能力啊或者是任何的状态 都要非常的稳定跟平静 不然你们两个随时都有可能因为生活中的一些柴米油盐 就突然对对方发表 你们就同居看看评估去评估 我觉得讲太多都是你们要试试看 你们的模式在哪里 那如果一旦觉得我们真的不适合同居就停止这件事情 不要觉得好像不能同居了是不是就怎样 对因为现在不适合同居不代表你们以后不适合 可能就像是你讲的 可能生活中现在有些条件是不允许的 我觉得年纪也有差啦 就是你小时候的时候你会觉得同居很浪漫 但是其实小时候同居的时候 就是会看对方很多不爽的事情 你同居之后你就会觉得 你男友每天都要帮你做什么事情 你女友可能又要付出什么 这是每个人的观念里面 跟你想象里面所会有的情景嘛 但如果对方做不到的话 你们就会觉得干爛透了 然后就开始吵架 但是你持续的成长到你某一个年纪之后 你就会开始知道说什么事情是现实 什么事情是梦想是幻想 就是这些东西我觉得对于同居上都有非常大的 心境上的不同 我自己觉得我现在有比较成熟一点 所以比较适合同居 有吗 有吧 因为同居很容易分手 对吧 没错 但是我觉得刚刚也有提到一个蛮好的点 同居这段时间失败的不代表你们要分手 对就是只是你们现阶段就是不适合这么密切的相处 我觉得能就是同居后然后失败 然后不分手 然后只是先搬走 然后再继续经营同一段感情的 这种呢应该就会成功 因为他有强大的素质 就是面对 就是感情中本来就是有一些会有问题 但是我会处理 当同居要讨论到接下来不同居那一段 很血淋淋耶 是啊 非常因为我们就经历过这一段 就是我们 就是他告诉我说 我没有办法再跟你住在一起了 因为我们现在的状况就是不适合住在一起 听到这句话的人只会觉得 我们不适合在一起 就是那个心境 大家都自己去克服 但是我后来就是跟屯抱怨完之后 我就有悬崖 我就有悬崖勒嘛 把自己勒回来 不然那时候应该要分手 我在这边再次郑重跟大家呼吁一次 沈怡这一集听起来多慷慨大方 私底下跟我抱怨的 绝对是这个上面大概打一折 一折哦 一折出清那种哦 一折清仓出清那种 你不要以为他有多祸大 他跟我讲过两次 我都痛苦到一个不行 但是跟身边的朋友聊完之后就觉得 我那个时候的状态跟他住在一起 真的太不适合了 所以我就先搬走 对 那最后我们还是有 就是又觉得可以继续同居 这一段讨论会显得我们是一群很成熟的 叔叔阿姨 好的还不好的 算好的啦 就是 一直以来都是吧 我觉得从头到尾讨论到现在都觉得我们蛮成熟的 成熟但长得幼稚 包装 沈美女会长好话时间 我觉得他在这段关系里面让我看到了他另外一面 他其实对凡蛮有耐心的 我对你也蛮有耐心的 但是对许又是另外一个等级的 你知道吗 就是 以我旁观者的路线我自赞同这件事 就是他对屯很有耐心 但是他对许的耐心是另外一种风格 就是我有一个个人的提问就是问屯的 就是我想要问就是 就是沈在开始做这个YouTube之后 他们的感情关系有变化吗 因为就是他开始做YouTube之后就是反而就是变成要跳下来自己做PD 跟跟每一场摄影跟做一些后制的事情 我觉得有一些 丘比特应该会觉得一起这样经营一些东西 感觉好像很浪漫 我就先就情侣工业这件事 他们两个工业过两次 第一次就是 沈算是当了正在做反的经纪人这件事情 在他的本业 第二次就是现在陪沈团 你们大家不要再想把情侣工业想得很浪漫了 还是有很多台湾的情侣在宣传情侣工业很浪漫这件事 有吗 应该没有 应该没有 但是就是有很多情侣工业 尤其是在YouTube的时代 但是是不是只要有被报导出来的都把他们讲了 就是我们虽然有很多难关 可是我们都一起克服了很开心 是这样的导向对不对 怎么办 我们以前被采访过一篇是不是有走向浪漫的 我觉得没有 应该是说你如果是一些报导还是什么的 他最后难面会划对不对 他要有一个正面的结论 所以我才希望听到就是周遭的人 告诉观众我现在脸有多后母脸 有多后母脸告诉大家 所以后母的那种 我看过无数的情侣工业 我就不多说了 然后我也不觉得你们这一队的情侣工业 是完全的正面 像是情侣工业会面对照的一件事情 情侣工业 前面是什么意思 好像MV在念Rap 什么意思 一定会有很多情侣工业这件事情跟童剧没两样 一定会有很多不好的那一面会出现的 那就他们两个来而言 我觉得我看过太多比较不好的一面 因为你们的愤怒悲伤 各种喜怒爱乐情绪 不是只有乘以二 是乘以2.5 然后两个人要再一起share这个东西 因为你公司不给有好脸色 你私事下也不给有好脸色 那是怎样 我觉得这件事非常危险 除非你们两个都很佛系 我反而觉得陪审团在做的这段期间 虽然也有一些不开心的部分 可是我不知道是因为 我不知道是因为他们两个 就是年纪渐长越来越成熟了 加上有前面那一段共业的过往 还是说是因为 沈杰有在做这件事情 对他来说相对是 比以前工作开心很多的 或者是凡也对这个工作 他觉得是有趣 在我看来虽然还是有冲突 情侣工业不可能没有冲突 没有冲突的情侣工业都在讲 都在冷宵围没有这种事情 一定有冲突 比以前来讲我觉得是少很多的 现在这个合作的关系 好像有比以前好 我自己觉得最大的差异是 谁在目前 这个差异其实还蛮大的 对就是变成说主导的人是谁 因为坦白说 就是我这个人还蛮击白的在工作上 就是我对自己的要求非常的高 如果是我在主导这件事情的话 要配合着我的步调的话 会有点辛苦 但是现在主导的人 对我来说是神 对我就变成是一个辅助的状态 那就是我就不会有任何意见 就是我会提供你一些我的想法 但是我不会要主导你要干什么 我懂你意思 对 这跟我心生很像 对所以说其实现在在主导这件事情 是神 我就不会有太多很击白的意见 在陪审团这件事情上面 我会没有什么争执 最大的正解点是这个 因为我觉得很好 没有是因为我愿意配合你 因为他放弃了一些他击白的点 对因为今天如果是以前 我在做插画的话 很多东西我这次会骂到翻掉 就是神的品质 对我绝对会搞到爆炸 我懂你意思 宁愿是员工很击白 也不要是老板很击白 因为老板一击白 下面的人全部受损 因为我就是那个老板很击白 对对对 你这个状况 他就会觉得我要去死了 我面对这个老板 我真的痛苦的要死 可是现在就是等于说 就像其实我也算是一个击白的员工 魏贤跟沈在供业的时候 我们两个都算是老板 我超级击白 然后他就会觉得很痛苦 因为他压不过我 但是现在其实我有点算是他的员工 我很享受我当他员工 因为老实说 我现在还是偶尔会觉得有些部分 我也会有一些意见 我也会觉得会怎么样 可是我现在都会跟他讲说 我的意见可能是这样子 可是你是老板 我觉得你来决定 我讲这句话的时候 真的没有在情绪勒索他 因为我很喜欢他 他做决定 这样听起来沈是好老板 他是好老板 我从来都觉得 我一直都觉得他是个很好的老板 他是好老板 但是我们也是很优秀的员工 对我们是优秀的员工 应该我觉得我跟反而想法是心态上的转换 因为我一定会是击掰到死的老板 如果我是老板 我绝不当你员工 对所以我觉得我不当老板 我现在我这几年的心态是 我不当老板比较好 我可以当击掰主管 但是我不要当击掰老板 因为全公司都会很痛苦 对啊你真的是好可怕 而且因为你的标准有点让人无法琢磨 因为没有 可是因为这也是我可爱的地方啊 对因为我跟屯都是有点艺术家性格的人 因为屯他自己本身是念辐射的 他对就是东西的品质很坚持这件事情 其实我们两个很想 等一下我也是读设计系 我也是读art出来 我不是要只剩你 但是你有时候对一些东西比较随性 对等一下我要说一下就是我真的的确比较随性 跟随便 但我觉得这样人生比较快乐 OK总是 你应该也觉得吧 现在就是变成一群人一起工作之后 都发现自己长大了 结论是这样 我觉得可以这样的结论 毕竟也真的三十几岁 对也真的长大啦 我觉得这一集差不多够了 我要录结尾了 好 怎么那么快 丘比特里面 感情方面 你觉得他们遇到最长的问题是什么 最长的就是跟我说他们现在几岁 然后牡丹 我个人呢是牡丹到二十五岁 然后屯应该差不多吧 二十九 对 所以基本上这件事情我觉得 我们很难就跟你说你几岁的时候 就会出现有缘人 因为毕竟我们不是算命线 但是有可能你的命格 桃花就不是那么的旺盛 所以我们就是耐心等待 然后你需要把你自己做到 你就是慢慢寻找 爱要耐心等待 仔细寻找 感觉很重要 这句话我真的觉得很 这次真的金句 那首歌为什么可以那么红 大海银那首歌为什么那么红 就这句话真的金句 就是 他在副歌就是讲了很正确的话 没错 然后如果你真的觉得你等够了 你就不要那么被动 你就再积极一点 你去认识人或什么之类的 但是没有任何人可以告诉你说 你做了什么事就一定会 对因为我如果叫你去上插花班 妈的你就是不喜欢插花 那我叫你去干嘛 我觉得那都是 我们不要阻碍他们的人生 只是说我们教大方向 大方向就是你 踏出去 你如果觉得我受够了 我在这边坐在原地 就一直牡丹下去 你就踏出去试试看去认识新的人 能怎么办呢 谈感情不就跌跌撞撞吗 你哪有什么人一谈就是 那少数啦 你也在跌跌撞撞 对啊 大家都在跌跌撞撞 你都长那么可爱了 还跌跌撞撞 对啊 好了 那怎么办 就不用入来这期 我觉得是否这集就是 希望他们就是可以尝试交友软体 基本上我是不反对大家用交友软体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你要保护你自己 第一次见面不要约太过隐秘的地方 虽然说我没有资格讲这句话 如果对方把你拉到一个巷子里 像我就是没有好好保护我自己 像凡就没有 所以就是你如果感受到对方 把你拉到一个无人的空间 绝对不可以 对 你要往外走 好 然后 如果对方要强吻你的时候 你不想要也要说no 对 我希望大家不要骗自己 就是不要在感情上觉得 他好像 对 就是有的人会自己 就是脑补啊 就是哦 他今天这样做只是怎样 他可能还也很喜欢我 或者是你们在暧昧的时候 你就一直脑补 我超爱脑补 就是不要再骗自己 爱死了 反正就是希望大家2021年都可以找到自己的如意郎君 嗯 然后跟 诶 女的要怎么讲 如意郎君跟 如意郎君就是给女的 诶 对啊 呃 如意郎君 啊 反正就是祝大家2021年都会有好桃花 然后顺利结成果 好不好 大家幸福快乐 这个 这个单元呢 主要就是开箱无形的东西 所以我们后续会开箱的呢 就是会有星座的问题 就是我们会开箱星座 然后呃 因为省之后有预计要去呃学开车 然后我们也可能会开箱就是他的驾驶的一些心得 哦 故事 对就是一些很难开箱的事情 然后其他还有一些别的规划就是后续会再呃跟大家讲 然后这个单元其实我最终的目的是希望开箱丘比特 就是我想要开箱一些弟妹的事情 这是我最终的规划 我目前还不太敢尝试 就是我只是先讲出来就是大家如果有什么意见可以 也不一定第一季会出来 对不一定第一季会出现 但就是我个人希望可以做到这件事 好啦那我们要跟大家say bye bye吗 要 你觉得谈恋爱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开心啊 不是耐心等待哦 那是等待恋爱 爱要怎么样 耐心等待 你又念的 哦耐心等待 唱歌那么难听 耐心等待 and then 仔细寻找 感觉很重要 对 好啦那我要跟大家说拜拜 好 好祝 诶我们是早上上传吗 呃再说 大家会在各种时段听到啊 好啦那祝大家有 美好的一天 拜拜 下回见拜拜 拜拜 好 好不在同一个tempo的朋友 没关系啊 这就是我们 好不在别人等好 好不在 好不在